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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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这盘棋 这是姜维杰之黑对黄尘 我们看在棋盘的左边是白棋大量的实地 包括左上角 左下角 还有整个边上都是很丰满的实控 黑棋就是在棋盘的右下角 包括下边一旦 这是黑棋的一个大模样 白棋面对黑棋的大模样 白棋实战是选择了一种比较清零的下法 在中府散斗成兵 这个是准备清处理 按一般的想法来说 这个时候黑棋正常的下法 既然对方已经选择妥协了 这个时候黑棋应该也就是开始收兵 比如说顶一个 在这顶一个 这样一顶在下面毫无疑问 白棋这几颗棋子就没有生存的希望了 这肯定是死掉了 这样黑棋在下面也是实地非常可观的 棋局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细棋的局面 甚至可以说是黑棋实地稍稍领先的一个局面 但是每个人对形式对局面的理解都是不同的 尤其是像姜维杰这样非常有个性的一个年轻棋手 他是力量极大 姜维杰的棋风特点就是 他能撑到最满的时候 他绝对不退让 绝对不说能拿十分 绝不拿九分 他有这么一个特点 所以实战中姜维杰 小尖 这个小尖可以说是非常的狠 这个图穷避现的一手 这条棋的意思就是 你如果敢接我就要屠龙 你如果不敢接的话 我要连根从这个子开始把你割开 那这样比刚才我们说的顶显然又大了很多 这个吃的要大很多 这个白棋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所以说实战白棋 这个黄尘也只有接 这个黄尘也只有接 好 下一招跳 我觉得 当时看到棋谱的时候 我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在棋盘还这么空旷的时候 在下面黑棋也并不厚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选择吃棋了 这个跳显然就是吃棋的下法 所以说得不感慨 现在这个年轻棋手的力量真是太大了 如果白棋贴 那么他下一招是飞 白棋如果搬 这个没有关系 他就退 如果接上 他就说并一个 或者退回来 都可以 他这是把白棋放出去杀的这么一个意图 由于这个左上也是黑棋的一个后面 所以说他是不担心白棋跑出去 局部来说白棋眼味当然也是不足的 所以说白棋实际上也只有去下面考虑做做文章 好 这个时候黑棋拐吃 白棋虫 黑棋挡 白棋抗 这个抗也是腾挪的手段 黑棋 黑棋如果 比如说简单的这种尖 这是不行的 白棋冲 这样一扳 这个眼味马上就出来了 这样黑棋是杀不掉白棋的 实战的黑棋也是看得很清楚 这个江一姐选择了最狠的下方 打吃 打吃 接上 这样白棋实战他是小尖 这个小尖我觉得可以说是本局的败招 这招棋无论如何都不能考虑的一手 这个时候白棋 比如说可以考虑在这打吃 在这打吃 当然黑棋不能接 如果接的话 这白棋顶 黑棋这个两颗棋子就被白棋吃掉了 那这两颗棋子如果死了的话 显然是就不可能再去杀白棋了 所以说打吃的时候 黑棋多半会选择搬这个 或者团在这 这个意思差不多 反正如果这样下的话 白棋底下就死掉了 但这样无论如何 白棋是可以出头的 在外面本质上的这些棋子 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那这样至少是一盘细棋 实战白棋是不甘心 他不肯自己这几颗棋子死掉 他选择了这个小尖 这小尖显然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那实战黑棋就冲 这样奔冲 这一冲 就把白棋这个三颗棋斤吃掉了 这样白棋团 这个时候其实白棋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必死的形状了 因为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道理 你如果冲 他就飞 这个只要是阻止白棋联络 那么白棋底下只有半只眼 这个地方显然是无法先手做出一只眼 所以说黑棋如果灭眼的时候 还可以提在这 提在这 白棋这个地方是欠着一个蛙 所以说这个棋是 基本上已经阵亡了 实战白棋 不甘心 他要飞 继续做一番挣扎 黑棋这个姜未杰看得很清楚 俗手冲了一跳 这样白棋如果跟着贴 那黑棋就跳这个 这样白棋也是一个死棋不行 所以说白棋实战 他没有办法 这个只有去寻求突围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所以一个组织跳 还想要把这点机会 白棋继续冲 当然了这个姜未杰这时候已经 呃 看清了 这局面他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 这样白棋一接 把黑棋分段 但是黑棋一打尺 再一双 这样白棋外围实在是太薄了 这是没法吃黑棋的 这就长 这样黑棋一长 这样我们看白棋如果继续贴的话 黑棋就简单的把这个吃掉 这样下一招我就做一个 或者是最笨的人打吃 黑棋局部也是活棋 其实黑棋还有更清楚的 他直接打在这局部就活了 黑棋只要活了的话 白棋这个大龙就全部阵亡了 所以说黑棋下到这可以说是 白棋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 姜维杰是用他非常强大的中盘力量 在这盘棋的较量中 是将白棋的巨龙屠杀 也是赢得了本局比赛 好 我们接下来欣赏第二局 好 我们来继续欣赏第二局棋 那么这盘棋还是姜维杰的棋 姜维杰这盘是白棋 他的对手是彭拳 好 我们来进入棋局 这个局面下到这儿是 我们看白棋显然是茫茫的中辅的大模样 如果黑棋简单的在这儿贴 白棋就退 这样呢 比如说黑棋可以去骚扰一下 但是这都不影响胜负 白棋就冲断 这样给黑棋吃两颗棋子 是没有关系的 这只要确保这个中辅大本营不被破掉 那是白棋一个必胜的局面 所以说看到这儿呢 实战这个棚拳啊 他选择了非常极端的下法 他是走在这儿 杀进来了 这个也是形势所迫吧 那么现在就是考验白棋力量的时候 但是姜维杰我们刚才也说过 他是本身这个棋手啊 他就对屠龙可能是有一定的偏好 他本身就喜欢 平时就喜欢傻棋 这个时候你这个可以说是羊如虎口啊 他是非常的欢迎 实战白棋 我们看他下一招就能看出来这个 他的一种自信和气势 白棋下一招是拐 这一招呢 我们说围棋可以说是手弹 那么这招棋如果用语言来表达的话 就是白棋已经宣布黑棋这招棋是后手死了 就是我理都不用理你 你这已经后手死了 所以说也是非常让人非常恼火的一步 那接下来就看双方的力量了 黑棋打吃 白棋接 那黑棋拐 这拐呢 一般来说是先手 白棋正常的话是应该走一个的 但是这个时候 蒋卫杰他再次展示力量 震 他是要补在外面 这招棋呢 一补不要紧 刚才我们说黑棋可以在这种地方骚扰 现在都没有了 你如果再跳的话 他就可以肩住 这样黑棋只能破一点点这个皮毛 所以说他这个震呢 看上去是可以说是补棋 但是实际上也是非常黑 他是把这个棺子也收掉 当然黑棋也是 不能忍下这口恶气 一定要在中府这个白棋空中折腾一番 小尖 这个小尖是先手 白棋不能大意 如果不走就被人家挖一个就出棋了 团 黑棋顶 这一顶呢 他也是考验白棋 如果拐一个回头是按的话 这样黑棋就可以跳出来 在这个狭小的缝隙中呢 也是可以出棋的 但是白棋是姜维杰 他一定是考虑最狠的下法 这个下到这儿呢 其实黑棋已经没有什么活的可能性 黑棋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这边看看能不能钻出点棋来 就是争取 比如说白棋要是简单的补 黑棋兼这种 争取跟这边形成联络 那白棋如果阻断的话呢 黑棋再看看能不能跳出来 就是用这种非常手段去争取拼搏一下吧 但是实战中白棋看得非常清楚 他跳 根据这个最后的希望也给掐面 使战争黑棋铺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可能是打僵吧 踢掉 那这个时候黑棋 来冲 白棋还是依然下他最狠的挖 可以冲 白棋一毛不拔 全都接住 冲 打赤 接上 黑棋接 这个时候白棋是暂时在这冲 这冲不要紧 我们看黑棋是包括之前 这个我们说最早是可以钻进来的 那不仅没有钻进来 是连这个最初的两颗棋子 都被白棋给卷进来一块吃掉了 那最初黑棋是一个掉进来的一颗棋子 我们看最后经过一系列的这个纠缠之后啊 黑棋把自己下成了一坨棋子 最后还是被白棋吃掉 可见这个姜维杰的力量是非常的大 那么这一冲之后呢 黑棋也就没有什么生还的可能了 最后黑棋是以这个非常壮烈的方式 大龙惨遭屠杀 那么这两局棋 通过这两局我们可以看出 姜维杰呀 不仅他这个棋风个性 非常的 这个非常的犀利 那么他这个力量也确实是很大 在这个双方屠龙的这个过程中啊 是几乎滴水不漏 没有给对方任何的机会 好 那这两局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赵兽群武的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呢 还是要请上王玉辉期段和陈盈出段 为我们讲习2011年金力智能手机杯 全国围棋甲级联赛 李玉婷与鼓励的精彩对局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盈 我是王玉辉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回顾 在2011金力智能手机杯 中国围棋甲级联赛中的精彩对局 是由鼓励九段对阵敏玉婷三段 是的 敏玉婷呢 这鼓励很熟悉 我们就不用再介绍了 敏玉婷呢 其实我想在2011年金力智能手机杯围棋甲联赛 开赛之前 不会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名字 甚至于包括我在这个行业里也是这么多年了 我都只是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小孩 但是他是长什么样多大 什么相关的资料一概不知道 站在我面前我也不一定认得出来 简单介绍一下 敏玉婷呢 他是江苏人 今年呢也是只有16岁 96年出生 那当然他在今年的成绩里是非常的好 总成绩22盘呢 是16胜600 最后也是获得了这个最高胜率奖 对 同时在这个最高胜率奖之外呢 还获得了另外一项大奖 叫最具人气奖 这个好像是在搜狐网评出来的是吧 对 这个是网上评出来的 那当然最高胜率奖呢 这是一项硬性的指标 完全是靠一盘一盘棋下出来的 16胜600 这个成绩也是非常的了不起 对 在这个维甲联赛中啊 高手如云能获得这样的一个成绩 又是这么年轻的小孩 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是的 一开始他赢了几盘棋呢 大家都还觉得有偶然性啊 但是他一度连胜 到第九轮的时候都没有输掉一盘棋 九连胜 这个成绩完全可以是说明他的水平了 对 我想呢 可能呢 就是从这个开始呢 让我们广大齐迷认识了敏玉婷这个名字 是的 敏玉婷获得了这两个奖项 加上我们上一期节目做的是这个范婷玉 范婷玉是 对家主将奖 对家主将奖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两个有个共同之处 他都很年轻 都是96年的 都只有16岁 还有呢 还有 还有什么呢 他们的名字里都有个玉字 哦 都有个玉字 那就是说王玉辉老师也有个玉字 那今年就看您的了 是的 今年我一定加油 好 开玩笑 我们来看这盘棋 好 本集是古力的白棋 也就是 米玉婷的黑棋 是 这是第四轮的一盘对局 这盘棋呢 因为 米玉婷前面的已经获得三连胜了 所以呢 这盘棋 他当主将 要不当主将 他也很难碰得上古力 大家都认为是给他一个机会 像古力 学习一盘 但是这盘棋呢 米玉婷发挥的非常的出色 对 我觉得是小孩嘛 就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是 基本上 小米他下这个棋呢 都是 下黑棋的时候 都是用中国流 都是中国流 在今年这 2011年的这一年的 维加联赛底 他都是用了中国流 这个 确实也是非常执着的一位棋手 对 我看到中国流 真的想感叹 怎么又是中国流呢 好像在我们的这个 讲棋的这个对局中啊 中国流这个出现的频率 实在有点太高 会改变 会改变 这几年在流行 或许再过两三年 都没人下了 也有可能 这就是一个趋势吧 大趋势来了 大家都在研究 都在研究 就都熟练 越熟练就越愿意用这个布局 总有一天有下腻的时候 这个不要着急 早晚一天 时代也会变化一下的 是的 手脚 手脚 挂脚 这样的话 很容易就形成了 这个双方互为模样的 什么一个格局 但是从古力的下面的一手棋来看呢 似乎古力不太愿意跟对手对围模样 如果他愿意的话 他应该是普通的就跳一个 就很好 然后黑棋再拆回来 对这个 对白棋大概可能会拆一下 这样 手个脚 再手个脚 对 这样的话 倒是真的是另外一盘棋了 不知道好坏 很难说 如果古力 愿意这么下的话 显然是很轻松就可以下成的 在这里跳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跳呢 显然也是最简单的一种硬法 我相信绝大多数棋手 可能碰到对手挂脚的时候呢 想都不想直接就跳了 对 跳一个算了 也简明 是的 而古力呢 这盘棋选择的是二肩高加 在古力下这盘棋的时候呢 刚才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 第四轮 那还是2011年的上半年 那个时候对这个二肩高加呢 我见到了啊 只是这么粗粗的一看 还没有怎么太过脑子 后来我发现古力在2011年的这个对局中啊 下过好多盘二肩高加 或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当然后来他下的二肩高加的时候呢 有一个前提 就是黑棋没有这个字 没有这个字 他下了这个 那一定是从这盘棋中总结出来的 可能是在这边 黑棋如果有一个手脚的话 这个二肩高加的这个效果会不一样 不一样 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二肩高加还是稍许有点过分 古力的想法是什么呢 他肯定最期待的啊 就是编点33 直接点脚 是的 那他肯定是挡这个 毫无疑问 是挡在外面 这一期要挡错方向不得了 爬回 因为三连星嘛 所以说他肯定要贯彻自己的意图 这个可能是 然后我是鸭还是飞呢 还是飞 古力下这个棋一定是飞 这样下的话呢 其实从实地的角度来说 毫无疑问 白棋是亏损的 但是呢 白棋就是杜绝了什么呢 杜绝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互为的那个变化 可能古力并不喜欢那种单纯的互为 就是你撑一块 我撑一块 大家比谁的模样大 这种棋可能古力是不喜欢的 所以他这个二间高家 我能解读到的这么一个思维模式呢 就是这样的 他希望别人点三三 下成这样的话呢 是他满意的 对 我觉得古力当然不喜欢 大家一起为模样 肯定喜欢大家一块杀龙 对 这个但是 怎么样走成大家一块杀龙的这个格局呢 其实不是强求的 真的是顺其自然 走了走了就走到那个程度了 可能古力觉得这样的棋呢 更好掌握 因为 我觉得啊 古力在下这盘棋之前 有一些上手的这种心态呢 完全可以理解 对 这个肯定是难免的 是对手名不见经传嘛 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年轻人啊 几乎是维甲联赛里最年轻的几位棋手之一了 来挑战古力这样成名已久的大高手 所以古力不愿意走成那种 不好把握偶然性很大的局面呢 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这手棋 从后来的结果看呢 还是稍许有一些过分 我们来看实战 黑棋呢 没有选择非常简单的 刚才那个点角 选择了双飞燕 是的 这个双飞燕呢 给黑棋 白棋 给白棋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白棋现在这手棋不是特别好下 简单的下 有没有简单的变化 小尖的好像没有 因为一尖低加的时候好像有 二尖高加好像 这个小尖根本就没有 这个小尖呢 它再三三点过来的时候啊 这个白棋挡在哪边就还是挺为难的 那不是 好像感觉只能挡这边 因为这边有形式啊 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明显可以看出这两手棋 黑棋是便宜了 因为你这个长本来就是一个形状嘛 嗯 现在你永远不可能用这个形状了 你永远不可能往这走棋了 对 可是你不走的话 下一手被黑棋挤在这儿 白棋还挺难受的这个形状 还要粘到这儿 这样的话 黑棋就比直接点算算要好得多 因为这个子啊 黑棋的这个子虽然是深楦重围 但是还是会有很大的作用的 反正比没有强多了 嗯 那这个尖是不肯的 剩下的呢 就是靠 第二种思维方式就是靠 靠这个 对 但是靠黑棋可能会扳 扳一下 嗯 那长一下 然后再点三三 还是不舒服 这个被点到还是不舒服 现在挡哪边真的是为难了 如果挡这个 几乎大家都说 这是在样子其中才会出现的 是的 那如果虎这边的话 那这个子的位置好像有点尴尬 对 这个子的位置明显不好 嗯 所以 这么一点的话 我觉得白棋已经不知道怎么选择了 好像都不是 都不对 所以说黑棋这个双飞燕呢 是比较凶的一首棋 这首棋 它最厉害的一点在于哪呢 它把白棋逼上了绝路 就是白棋 它只有不让你点三三 它只有走在这儿 逼着 黑棋是逼着白棋来跟自己作战的 而白棋呢 确实这首棋稍微有点过分 现在黑棋再把这个飞住啊 两边虽然都是有白子 但是离的都比较远 如果你这个子是在这儿 这个子是在这儿 那冲断哪边 估计黑棋都不太好下 现在是都远了两路 是 这个作战的前景啊 看来对白棋来说 就是稍微有一些勉强 嗯 但是这个地方也必须要冲断 总不能在脚里做活吧 对 那做活 因为你尖个三三 实际上差不多已经活了 嗯 黑棋在跳 嗯 这个作战对于白棋来说呢 实控上损失有点大 因为黑棋毕竟是 现在白棋的这个实力范围里作战 嗯 如果你不能够对黑棋产生什么 很大的压力啊 后面的棋 可能实力上会不太不太足 哦 不过现在我觉得白棋 还可以满意的一点呢 就是它这块就算活 它这块没活 因为被分成两块 是的 嗯 看看白棋能不能抓住其中一块 嗯 白棋实际上这个尖呢 倒是局部的好奇 很多棋手可能要下的话 就会尖在这 对 其实我觉得 这不是尖到这更好吗 黑棋长一个我就挡住 嗯 它不是出不来了吗 搬一下 它可能会搬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参考图 确实这个呢 还是 冲我就挡住 黑棋会比实弹更开心一点 它带糊 然后我也糊 那这个图将来以后长出啊 这个子的价值非常大 它现在在如实弹一样在飞 嗯 那我还是挡 再冰回来 然后再做活 剩下的应该跟实弹差不多 嗯 等会我们可以简单的来比较一下啊 就是这个子啊 黑棋这个子 还是有很大的活动能力 这个 它一会儿长出来 你还得双它再跳出来啊 这个白棋不够厚 嗯 这是白棋的一个心病 所以实战鼓励这个肩还是下的对的 好 这个看似松 实际紧 对 肩完了呢 黑棋还是要飞 还是要飞 然后白棋再靠住 这个靠住 黑棋不能反击 这个只有忍耐 你要现在要搬 被白棋一加 这三个子死掉 就反结就结束了 嗯 所以它顶一个 嗯 挡住 然后它再飞 嗯 这样做活 对 这个图白棋比刚才的那个图呢 要厚一点 哦 那这样肯定有气 我说那王老师 我说还可以断 这个棋是不是还要跳回来 那不像刚才 刚才那是已经断开了 嗯 黑棋再走一手 就会越来越厉害 嗯 总的来说会好一点 比刚才我们白棋 会厚一些 嗯 然后并 并回来再飞 这都是 双方是单行的 只有这么下 然后拐一个 嗯 我就做活 对 现在黑棋在飞这个出头 这是肯定要下的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啊 假如 假如黑棋没有这个小飞的子 现在轮白棋下 白棋就是 白棋可能会挂脚了 简单就挂个脚 然后再什么靠了一长 轻松松松走一走 这个黑棋就不能下了 黑棋就很不舒服 嗯 对 现在黑棋是已经有一个手脚在这等着了 是的 那白棋 这个子好像就感觉 攻不着黑棋 有点势单力薄 不仅攻不着黑棋 现在应该说 黑棋连这个 这个优力都是有先手的 应该说黑棋比白棋要厚 在走着走着的过程中呢 刚才陈燕你所说的这个段啊 实际上是 是白棋的一个心病 白棋担心的 白棋一个心病 这个段是 是会很厉害的 所以后来我们在看鼓励的棋的这么很多的进程中啊 在对方有这个子的情况下鼓励就很少下这个了 应该说还是吸取 有所改进了 还是吸取教训了 点一下 现在黑棋完全没拿自己当弱棋 如果拿自己当弱棋可能就退了 不敢搬了 对 蛋白棋确实还是要断掉了 嗯 打吃 尝出来 再粘回去 嗯 这个 这个 尝一下 这个点好手劲 为什么要现在点呢 这个什么时候点不都是黑棋的吗 但是以后呢 以后有可能这两个子就不是齐筋了 哦 以后你再点再挤 可能直接就后手了 对 现在点完了以后先不挤 单搬一下考验你 那肯定只能吃这儿 只能吃这个 那这个棋子就便宜到了 对 而且黑棋的这个粘也是先手 也是绝对先手 否则你将来直接走的话 可能这个就永远交换不到了 你再搬 人家可能也要吃在这里了 哦 就是说这两个子是齐筋的时候 赶紧把这个先手交换的 对 从这个小细节可以看出 这个敏玉亭还是很细腻的 嗯 然后再断 对 这个断 这个子不能再要了 对 这个子要不了了 要不了了 嗯 要这样打了冲下去 嗯 可以接力 白棋这样不断 对 黑棋在剪 那一般的这个形状 好像我们都喜欢下来这儿 嗯 黑棋现在还是在跟白棋作战吧 白棋呢 也是希望能够尽快地向中央出头 这个跳呢 也不能说是很坏的一手棋 但是比如说它飞过来 你在与白棋 在与黑棋争头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呢 应该这个跳就不如这个肩更有力量了 哦 可能会争不过黑棋这个头是吧 是 而且如果这边黑棋死多了 那这个断会更明显一点 对 实际上这个断始终是白棋的一个心病 白棋是完全不能置之不理的 嗯 我们看它实战肩 黑棋也肩 然后飞 白棋飞 黑棋跳 跳 马上白棋就要补断了 白棋就要补断了 但如果你要是这时候再跟着跳 它 黑棋强行一切断 白棋全局的作战非常的被动 嗯 非常的苦 所以 赶紧补回来 对对 这个时候呢 必须得给大家讲解一下局部的死活啊 本身我们看 黑棋虽然确实威胁着白棋这个断 但是白棋补断的方法有很多 嗯 为什么非得到实施尖呢 就是 这也行啊 然后 这个虎肯定不行 因为被人家刺一下 白多一个刺 这个肯定不好 至少可以补在这 对 至少是这 或者是 反正补断有好多种 但是它这个粘呢 确实是局部最佳的补断手法 因为粘完了以后 以后一路一搬啊 黑棋这块棋没有近活 这个地方没活啊 你搬它就打吃 你接它就接 你这棋是没有近活的 嗯 你要靠外面有先手才可以活棋 但如果你走在这儿的话呢 你就不太可能再去杀它了 因为它这种 截啊 断啊 这个都有很多的先手 你就不能够威胁黑棋局部的死活了 所以 实战鼓励的这个街 看上去有点呆板 是补棋的这个 最不好的手段之一 但实际上是有后续手段的 是可以威胁黑棋的 哦 如果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这个死活的话 那还真的没看懂 就觉得 诶 它挺老实的 鼓励竟然也有助理老实的时候 奇怪的很哦 对啊 原来是暗藏杀机 这个粘 如果你要是被迫在这里补一手棋的话 那黑棋 等于这个段就平白无故地消失了 对 鼓励就开心了 后面的这一手棋呢 小米的这一手棋 点 好奇 确实是见功力 对 我感觉跟这个点一样很敏锐 就是说 在我做活的时候 我先便宜你一下 嗯 普通的做活方法呢 大概就是这个 或者是这个 嗯 这个呢 就是微斜的上面有点断 这个粘呢 就是目说好一点 嗯 但它这个点呢 非常的精彩 不好硬 白棋不好硬 我就粘上呢 你粘上它再粘 它就便宜了 就点到一下 便宜了 本来点不着的 本来你想你粘的话 我这个拐冲的先手 你什么时候 你怎么可能点和我这个交换到呢 你现在那个点交换到以后 这边 因为白棋这个拐冲是后手 嗯 不是绝对先手啊 是后手 以后你就欠着一个冲端 外面黑棋 后续就有一些小便宜 这个白棋就很痛苦了 但你现在又不能够马上冲 你马上冲 虽然你是可以扔了先手 对 它黑棋也不用补了 黑棋也不用补了 黑棋也不用补了 黑棋也活了 并且将来还是有这个冲端 所以这个点的时机呢 掌握的真是非常的巧妙 就是从这一手点 我可以看出啊 小米的实力非常强 获得这个最高胜率和这个最佳人气啊 最佳人气啊 当之无愧 这个很机敏 只有这个时机点能够让白棋痛苦 以后再走 黑棋就有很多种下法了 嗯 这个点白棋不舒服 所以白棋还是不能老老实实的沾上 白棋实战挡这个 挡这个呢 我相信是很多棋友 可能暂时看不懂的一手棋 大家怎么觉得这个脱离主战场 如果您鞋筋都被我吃了的话 那这三个子 你吃就吃吧 因为我们只看到了这一贴一夹 可以吃三个子 但是那我把这个冲过来 嗯 这四个子如果死了的话 那三个子就给你 对 实战它就是冲的 但是冲的话呢 其实鼓励就是要逼迫你在这出刀 就是要跟我作战 你冲这个它是没准备棋子的 它实战不是跳出来就作战了吗 对 还要跳出来 我们给企友们抛弃一下 为什么会挡啊 实际上呢 第一 第一就是它在这个局部不好硬了 被黑棋点在这儿 对 难受了 不舒服 第二呢 就是这个挡确实价值也很大 挡完了以后下一手搬 棺子也有很大的价值 然后对这两个子呢 也会多少有一些压力 包括对底下自己的作严呢 也会有一些好处 确实也很大 第三点就是要逼迫黑棋在这儿出牌 因为你不能不走 你不走 刚才陈燕说的 我这一倒贴下手要吃你三个 但是你怎么补呢 那我如果就算我吃一样 如果你补在这儿 那它再接 这样的话 以后这个搬起来的时候 木树上差不少 木树上你是白背白起便宜了 那你要补在这儿的话呢 它就有可能冲这个了 以后再冲两下 木树上你还是被便宜 对 所以黑棋呢 自己如果说单纯的补呢 也补不好 它最希望什么呢 它最希望你冲在这儿补才好呢 你冲在这儿顺势一斤 对 这是帮忙 帮大忙了 所以这个时候 小米呢 作为黑棋也只有冲 当然这个冲 本身也是很有力量的一手棋 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黑棋能下出这个点啊 把局势的这个战斗的主动权呢 已经朝自己这边 就倾斜了不少 然后白棋跳转 这几个字还是不能死的 现在要真贴 让别人把这个齐筋吃的 光吃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陈妍刚才已经讲过了 对啊 我把这个齐筋吃了 我周围全都厚了 小尖 这个只有结 这个都不能不要的 然后这时候再猴一个 就是补这个贴了 这里只有结 白棋只有结 白棋现在结啊 白棋现在先把这个跑出来吧 不然的话 现在接会不会有风险呀 会不会把我 被我全部的闷进去有点想 倒不会有风险 不会有风险 因为接的下一手 有这个冲的先手嘛 然后 这还是要接一下 接跟这个交换 现在就马上就接掉了吗 然后 这个局部的作战呢 应该说黑棋还是 还是有所收获 他这边出了半个头 虽然没有完全出头呢 但是让白棋变薄了 将来白棋在这想违控呢 就不是特别的容易 但是黑棋毕竟还是 最后啊 黑棋还是挣过来这个头 对 把这头挣过来 白棋在这边呢 也很难攻到黑棋 白棋这个党 确实也有一定的收获 总的来说 下在这儿的一个 对未来作战前景的一个判断呢 还是黑棋要得力一点 对于这个点 确实是好奇 然后白棋在这边 这时候我觉得啊 其实小米可能 想保留一枚结材 否则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接掉得了 这个接和提交换 没有什么保留价值 但是这个接 肯定觉得什么时候 都是先手 用不着现在接 到后来就没接着 而且这个没接着呢 就是几乎就要成为 黑棋的滑铁路 差点是没接着 就这个局部 要是我下 可能接着算 我可能也没想到那么多 我觉得不用保留 这一枚结材了 然后黑棋现在 把这个长出来 现在这个 现在长这个 不是明显 不是先手吗 因为它冲不断呀 它冲断人家 人家把它冲断了 对 这个长呢 实际上小米的想法 就是还是希望你顶 跟我长一个做交换 你就算了 因为本身这个长 对黑棋 对白棋这边的 这个违控呢 也有一些影响 确实如你所说 是不是决先 但是白棋这儿薄 白棋这地方 可能还是会 会留下一些 那个小问题 然后白棋现在 就是脱先了 就是能撑一步啊 它就撑一步了 然后黑棋这时候 在这里 还是有一些 相关联的手段 现在呢 直接走肯定是不成立 对直接走不行 但是如果不走的话呢 显得自己这时候 长又没有什么 太大的用处 对 这时候黑棋靠 靠 这个是好棋 然后扳 靠断 这个后来我问过鼓立 他说他没注意 人家可以断 鼓立的想法是什么呢 如果你这时候单顶 靠完了单顶回来 那他就补齐 你如果这么单纯的 吃一个子呢 他倒不怕 对于白棋来说呢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如果你在往里尝呢 也有风险 往里尝他在乎 你现在如果再拐 就是你迟迟不肯交换的话呢 白棋有可能就算了 白棋就有可能 把你这个吃了 就有可能把这气了 转换了是吧 对 因为白棋把你 这三个子吃了以后 下一手点进来 或者飞了爬进来 几乎黑棋的这个脚 也就没命 也吃不消 所以说他觉得 黑棋在这的次序 也不是很好下 但是呢 后来他也承认 他是没有注意到 小米的这个 靠完了以后 断掉 单断了 直接断 这样的话 白棋现在 现在白棋已经不能走了 可以再走的话 我一吃 你再一提 都不用吃 这个都不用吃了 直接冲断 对对对 你冲的时候 我再吃也来得及 这样的话 交换到 就是你这手机 不管走在任何位置 对 已经走不好了 黑棋都可以把你吃掉 所以这个靠断的时候呢 白棋只有硬了 对 再不硬的话 走在那也不行了 肯定需要补了 但是他先打一手 先打一下 打一下 打一下是不是黑棋也可以吃掉它呢 也可以吃了 已经走这样 那是不是像您说的 把它拔了 也可能 就是这样 补一下 然后再冲 这时候一冲呢 其实白棋在这个局部的形状已经碎了 对啊 已经不好下了 其实等于说人家就是还尝到了 不说这边便宜 我是白来的 是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也没看懂白棋的这个尖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尖其实黑棋如果就一路的尖去防守 是不是白棋也没什么手段呢 这里对啊 我也在想这里边有什么事吗 我在研究这盘棋的时候也是研究了很久啊 也是看了很久 实际上这个尖 黑棋正常来说呢 当然如果能尖到是最好的 尖到走什么都没起啊 但就算没接着尖这个好像也没有问题 我觉得可能小米在这个地方啊 下的顺风顺水啊 它这时候稍微有点松懈 对 就像陈寅说的 没想过这个尖会是后手 就从来就没想过 真的是觉得这个棋不可能接不着 真的是这么觉得的 但是呢 鼓励这时候很敏锐 对 景气 不给你接到 这个地方啊 是黑棋的开局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 确实这时候黑棋有危险了 对 现在呢 就是等于说本来是我活得好好的棋啊 现在好像要出现了这个比较模糊的一个杀气 是的 因为本身黑棋在这儿有所收获啊 它最大的收获就是要冲击白棋这个薄位 即便是黑棋能够杀掉白棋这个角 但是这三个子死掉的话呢 白棋这边变得不薄 那黑棋这个靠段啊实际上意义也不是很大 甚至于一开始的这个长呢 也显得稍微有一些单观 也不是那么大的价值 现在黑棋先长一下 看白棋这个交换 鼓一个 然后尖 这个局部的尖呢是妙手 我相信古力也看到这个妙手了 但是呢这个还是要执着的锦气 局部的这个一尖呢 白棋已经不能轻易地吃掉黑棋这三个子了 你现在要是普通的跟着硬 它一打吃你一尖一拐 对 这个话还是白棋慢力气 是的 所以白棋实战也只有几 这样的话就形成打结了 黑棋拐 白棋扑进去 与结先提 白棋这儿有一个很舒服的结材 本身结 这个结对于白棋来说是完全没本钱的 对 免费的 但是黑棋的这个冲 我觉得稍微有点损 有点不肯 反正 但是确实也找不着别的结材 没有别的结 黑棋冲这个结呢 肯定是损结 损的虽然不多 但是相比于白棋这个完全不损的结材呢 黑棋在这两个结材的这个对抗中呢 还是吃亏了 对 有点痛 然后提 这个时候白棋只有结上 嗯 结上 那黑棋也肯定也只有结上了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个对杀 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杀 白棋本身活得好好的脚 突然间变得不活了 但黑棋这三个字也含到白棋嘴里了 这样显得黑棋这边对白棋的冲击呢 也收获不是很大 然后白棋尖 是 黑棋也不能在这边提 黑棋不能再提 等会我们会给大家介绍 你黑棋现在还是要收气 这个反正收两根气代表差不多 当白棋走这个的时候呢 黑棋如果要是不想要这四个子啊 实际上白棋是怎么都死了 哦 那您去走哪 您是提是吧 我就算提 你提 这样的话 因为白棋只有四口气嘛 黑棋现在一二三四 已经明显是四口气了 对 只要收气就把白棋也给紧杀了 但是这个棋筋就要被我给吃通了 但是这四个棋筋呢 就要被白棋先手吃通 这个对于黑棋来说是绝对不能忍受的 我吃通了这个我周围就全都厚了 全都变厚了 那这样的话白棋虽然死了那一个角 但是外面提的黑棋很多个子 白棋是大便宜的剧面 所以黑棋呢 小米这个地方的判断 这个棋筋是不能死的 对 小米这个地方的判断呢 是特别的准确 碰到这个挤的时候呢 明明可以吃掉白棋的角 也不吃 一定要把这个分力接回来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胜负处 这个如果要是不敢接的话 这盘棋基本上就结束了 那白棋也沾上 白棋也沾上 黑棋再收棋 白棋提 黑棋再收棋 这个时候这个局面啊 有意思极了 对 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白棋反正肯定不能提 提的话我一吃 你这气不够 你要只能是跟打结 对 而白棋呢实际上也不用提 因为黑棋这个地方啊 本身黑棋又不可能接上 而且黑棋将来想补棋的时候呢 即便补在这 白棋也不用再走 黑棋这三个字还是不敢接 还是沾不上 还是不敢接 所以呢 白棋已经牢牢地吃住了 黑棋这几个字 同时还有将来开棋的 这种一种可能性 对 但是这种开棋 必须要是结财有利 不然的话 这个损失可以说是惨重极了 这个开棋呢 下一手 双方谁提过来呢 是70目的结 就是 如果白棋不能够在外面 续出70目以上的结财 这个结就等于跟没有一样 是不可能开得出来的 因为本身 黑棋还已经死的子 都要把白棋提回来 提完了以后 外面的这个后包 又全都不对了 其实夏天这样做一个判断啊 从小米这个一路接 要杀白棋这个脚开始啊 其实黑棋已经亏了 已经亏了 虽然吃了有20多目棋啊 本身20 21 加白棋成了四目 黑棋长了25目棋 但白棋其实也长了七八目 最重要的是这个整体都变厚了 而且黑棋这儿自己还少了七八目 实际上木树上 黑棋大概只便宜了十目棋 但是白棋变厚了 这个厚的价值呢 应该也是有十目棋的 白棋通过这一个战斗呢 应该说是扭转了不利的局面 现在双方大概又回到了同一棋跑线 又打平手了 是 那白棋毕竟还有这个开截的可能 那实际上呢 从后来的结果看啊 白棋之所以输掉这盘截 古力之所以输掉这盘截 就是因为这个开始的便宜太多了 不是就是因为啊 古力的脑子里就老想的打这个截 他就不应该想这个 我还以为他这个局势搬回来 他觉得我这个棋我大优 我赚了 他可能行事判断出现问题 原来还不是 那他也不是 其实我看他现在把这个提到算了 就把自己这个开截的可能性断绝了算了 那这个开截的可能性确实很低 因为想找出七八十目的截 哪那么容易啊 就是 其实后来呢 我们看古力就是输在这个一个思维方式上了 哦 原来不是形式判断的问题啊 点脚 这个是全盘最大的 白棋厚了可以来点脚 但这个时候我觉得呢 这个一点脚啊 后面形成作战啊 白棋实际上也没有办法很好的掌控局面 既然那个块毕竟有截的可能啊 白棋应该盯住黑棋中央 怎么走呢 这个盯这个 对我觉得白棋现在应该贴 那您这个可能容易落后手 我不硬 你不硬 那将来他就确实有开截的可能性 因为这个 他先跳 将来你走中了的话 他随时一打吃把你这个提 现在还不开 现在开的话吃的有点小 对 你把我这个吃了 我把您这个如果都吃的话 我觉得也不小 对 但是呢 我有开的可能性 我将来 你要如走 比如说你 你现在走这边 你现在走这边的话 我可能就先挂进来 跳这个 嗯 那我就可能先挂进来 在这边先给你发传战斗 后来白棋没下好的地方就是 白棋的作战 把自己下的也很重 嗯 点三三可能稍微有点着急 好 通常都觉得这样的棋 点三三是不容错过的机会 我们也是从后来的结果看 结果论 客观的说 如果让我去下这盘棋 现在轮白棋 轮我下 我可能点三三 也是想都不想的一手 但是小米他在这地方抵抗非常的顽强 对啊 这个白棋一斑沾 然后 嗯 再爬 对 这一爬的话 那小米这时候靠 黑棋的根不是全部都没了吗 对 但是不可忽略的一点 就是白棋其实自身也不是很厚 黑棋这一靠呢 这一靠对于白棋来说压力也很大 白棋自身这几个子 也不是一个特别有力的形状 能够迅速的拿住黑棋的 白棋加 对 让白棋加 黑棋再搬 白棋这 让它长到这 长 黑棋就退 现在白棋自身的这个联络线啊 也被切断了 也被切断了 哦 对 而且黑棋这一搬就搬过了 你现在如果不接的话 下一手 黑棋一冲 直接全连上了 肯定也不行 那你接 黑棋一搬 这个局面 这个局面对于白棋来说 该如何去进攻别人的同时 自身又不要承担什么风险 实际上想做到这一点也是很难的 对 挺难的 当时我在想 如果不加 我搬一个怎么样 这个搬也是俗手啊 搬它 贴 然后搬了 打 那这样的话 它就火出来 或者加过来 你就不太可能 你就不太可能攻到什么了 而且你将来如果要用到提的话 你这个角上还没活 对 我可能就是保留着这个活棋了 那以后它一尖呢 它一尖 你还得挡它再一接 你这个角还没有活 没连上 对 那可能还得补一个就是说 那就收获太小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 就等于活了一个角 外面还被别人走厚了 这个对于白棋来说 挺不划算的 其实 所以鼓励它实战呢 贯乘思路 要跟黑棋作战到底 对 但是这个作战呢 稍微急躁了一点 白棋自身也不够厚 长出来 粘上 嗯 黑棋再搬过 黑棋这一搬过呢 实际上白棋自身也还是挺薄的 越走感觉上越薄 嗯 因为现在白棋还得忙活呢 因为同时白棋也是在黑棋的包围圈里边 白棋要出头 黑棋办 嗯 现在我估计啊 对 我估计这个鼓励的脑子里啊 满脑子都在想着 怎么样能够制造出结材来 去出结来 然后跟他一招制胜 对 实际上这个 如何去续结的这么一个思路呢 从这个结产生出来之后啊 就一直贯彻在鼓励的脑海里 它实际上就是被这个想法给 诱导 魔朵程度上给耽误了 现在呢 这个斑其实也不用斑 白棋 那不斑呢 你就得跑啊 你这不活呀 白棋实际上呢 或许也有开结的可能性 也有 但是很低 比如说开完结以后 拿这个就叫吃当结材 那我可能不硬了 把这个提到 您不是说这有70目吗 这个只是单方面的吗 对 这个如果这个不是结材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特别合适 提了以后本身的收获 肯定没有那么多目 但是外面就变成白棋了 纯实白棋的了 那鼓励之所以没有选择这个呢 肯定还是有判断 对 还是觉得那个损失太大 没把握可能 本身这里白棋打进来 要损失多少目 12345678910 20 本身这个打进来叫损失278目了 嗯 那这个 同步太大 它搬 打吃一下 上 再长 再长等于放弃了这个开结的可能性 这时候黑棋一吃 对白棋来说是也是巨大的考验啊 这个一吃呢 白棋现在就是最后的一个可能 就是这时候开结把这个提掉 这是最后的可能 然后这时候鼓励也没有下决心 没有下出这个决心 把这个提了 我这里边应该就死掉了 死掉 但是确实它没有下去 它要下决心它早就开了 现在鼓励呢 实在想了半天还是走这个 一直在犹豫 那这个被黑棋提掉之后呢 白棋几乎是没什么收获 几乎是没什么收获 对 小白把这个粘掉 这个粘的交换 说实话也有点早 它是不是想保留 对 它保留着它这个先手眼啊 被人先吃一下 这眼都没了 对 吃呢 应该也吃不到 但是鼓励这时候可能 也是在犹豫 也是在犹豫 现在自身白棋已经联络不了了 然后又没有活 对 现在白棋 白棋要逃孤了 现在白棋一逃孤之后呢 应该说再开结的可能性 这盘棋就已经再没有了 就越来越小了 跳 这一跳 现在白棋这个还是很薄啊 白棋 白棋本手其实应该在这里 普通的跳一个 普通的跳一个 它实在飞在这儿呢 也是 显得有点薄 对 撑一下又 然后黑棋 还是继续抢地 把这个三三点了 这个时候 因为 对于小米 米玉婷来说呢 在她的脑子里啊 她不管鼓励的想什么 她的脑子里 她是当这个节没有的 反正你有本事 你就去续节材 你要是真能续出来 七十目的节材的话 那算你厉害 她就认输或者怎么样 但是她一点都不担心 其实我觉得也不会啊 毕竟这个就把着一个炸弹在这儿 是 这个就是判断 因为现在来看呢 不太可能续出这样的节材 本身黑棋提完了之后啊 白棋这个还要死 就这个已经不是七十目的事了 因为刚才是能联络的 如果连带了这个死 那这个节肯定是超过一百目的 续出一百目的节几乎没有死 几乎没有死 太难了 真的还是除非吃这个 除非能把这个吃了 刚才把这两个字提掉 是可以完成这个目标的 但是现在就是对于小米来说 基本上已经再也不用担心 你可以跟我续这个节了 因为这个节对于白棋来讲呢 是越来越重了 黑棋把这个三三点了之后呢 时控上差距啊 双方慢慢的就拉开了 好 斑粘 吐一个 然后黑棋很贪心的还爬 其实这个时候黑棋已经先手活了 完全可以脱线了 是的 她还要再爬一样 这个爬呢 本身的目标价值啊 也挺大的 就是相比于你拐 她的肩呢 已经差不多有逆收七八五了 同时呢 还给上面留了很多薄味 比如说这个地方将来搬完了以后 这地方气很紧 或者是什么出来 对 白棋围中控的就比较难围了 后来白棋很快就补气了 现在的白棋呢 实际上还没有说到很落后的局面 这时候啊 白棋的实战呢 我们看到下一手呢 几乎可以说是她的白招 白招 嗯 那她应该走什么呢 这时候白棋 因为这几十千手 感觉应该在这边走 我们经常讲 想知道这下一手棋下在什么地方最大 很简单 你判断不清楚的时候呢 你就看什么地方最空旷 现在显然就是这里和这里最空旷 而且呢价值 明显目数价值和厚薄的价值也是最大 白棋这手棋毫无疑问应该走在这儿 或者先贴一个 贴一个也是很大的 先争取让黑棋缩回去做活这是最好的 对 即便是你不能缩回去做活的话 将来白棋这种牵手是很多的 而且呢把这边自己啊走得很厚 将来再逼的时候这边可以长很多木 这全都是白棋的木 这是贴是一种方案 如果你肯老老实实回去做活那是最好的 她下一手她再往下走 对那这个下反应该是白棋最欢迎的 对 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 她确实也没有把握这个是绝对先手 那没关系 不交换也没关系 这个一定要废下来 这是全盘最大的地方 如果白棋走在这儿的话 这棋还漫长 这棋确实还漫长 因为毕竟黑棋刚才吃白棋那个过程中还是吃亏了 对 还是吃亏了 走在这儿 我觉得不知道鼓励的担心什么 因为这个刺是没有的 刺的时候白棋挤这个是先手 你必须得补 走到这一打吃的话 全局可能死活有问题 那她下一手再捡回来 没有断点 靠段也没有 靠段她就一退 这还有加 没问题 白棋显然在这个局面下应该往下走 那白棋实战这时候顶是什么意思呢 这时候顶呢 就还是在贯彻打结的自路 走后自己 在走后自己 本身这时候顶啊 陈燕你看到没有 是单关 对呀 毫无疑问的单关 没有木树 任何一个地方的木树价值都比这个顶大 那是不是他觉得他这块 确实人家也不可能去期待人家去跟着陪他走一个单关 对 本身顶黑棋是不会切断的 但是他这个顶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 自己连上了 就是白棋不用担心 黑棋有结材 第二就是一旦这个截打败了以后 这个顶有一手截价值 这边不用死 对这边活了 但是本身是一个单关 直到最后 实际上白棋也没有续出合适的截材来 到最后白棋就是输在了这个地方 在这走了个单关 对这没用 这手截的价值起码20目 有20目的时候它走一个单关 这个棋如果不能够发挥出作用 白棋能不输吗 空肯定是不够的 对这个平白无故的差20目 我想对于任何一个棋手来讲 都是不能忍受的一个损失 所以呢 小米这个地方判断很准确 它没有补 它知道自己可以不补 不怕 飞这个好期 从这个飞开始呢 决定性的鼓励就逐渐的落在下风了 下一手飞完了以后 下一手要冲断 一冲断白棋就崩溃了 所以要补 先贴一下 这几个交换啊 这两下的交换 黑棋便宜的非常多 跟刚才你白棋贴在这呢 这个底下的这个木树啊 这个也是差的是天文数字的 这个都是这个单关害人 对 或者说 不是是这个捷害人 鼓励的这个思维方式 一直没转过来 老是憋着要跟对手打捷 这个 这个很害人 对 主要是这个思想的这个路不对 一旦啊 你这个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的话 我们习惯于贯彻意图嘛 对 这真没办法 就一直就走上一条不归路了 这个大方向确实要选对 最关键的是 黑棋便宜到了这几手棋之后啊 黑棋还是不补 黑棋又抢了一手超级大的大厂 抢到这几手大厂之后呢 双方这个时空上的差距 真的是彻底被拉开了 对 现在古力呢就变得非常的被动 他如果不能够续出那么大的劫财 等于这手机单关就找不回来了 那这个木树是断然不可能够的 可以说呢 现在这个形势其实对于古力来讲 只有一条路打赢结 但是这个太渺茫了 不然的话这个木树差距不知道还能从哪去拉近 觉得都被黑棋占领了 是的 现在他这先顶一下 沾上 哎呀 这个时候这个棋真的是很难办了 现在他可以盯着这块大龙 盯着这块大龙 比较打结 是 但是这块大龙说实话 对于黑棋来说随时都是一手棋的活乐棋 这个想盯住也很不容易 难度有点大是吧 关键在盯的过程中 白棋不容易把木树找回来 黑棋这几手棋木树已经太大了 走走 现在 然后厂头冲一下 这个要挡住 这个就算吃这一半也不行 也不行 然后人家再沾上 因为这个结本身损伤实在是太惨重了 沾上的话以后 黑棋随时一手棋是活棋 然后这个都是跟家连的很稳妥的 所以 连走两手好像吃这块有点难 也很难也真的很难 点一下 其实这时候我觉得它就接上就可以 沾上的话它是不是担心人家活在下面 这时候给白棋活个小角也没问题 你活在外面是活不了的 你只能活在角上 它挡这个有点凶狠 还不肯给白棋活脚 白棋这个时候还是在贯彻 还是在贯彻这个思路 其实这手棋呢 是想分断 对 这手棋跟黑棋这个交换 把里面仅存的味道也卖掉了 应该说本来什么往里冲了拐 还有可能能够有点味道 这手棋呢 那这是不是就已经孤注一掷 孤注一掷 但是孤注一掷也做不到 也做不到 飞一下 对 这个应该是准备工作 也做不到 然后再把这个跳回来是吧 对 那跳回来黑棋现在一补这个 白棋就基本上就再也输不出劫材了 因为黑棋这手棋补得很妙 补完了以后 你什么时候再开截被提掉以后 你这个里又欠回去了 对 欠回去了 但是现在这两点建核 本身局部黑棋也是活得非常的轻松 嗯 那你这手棋不走也没办法 你不走在这里要去破别人眼 等于人家还是可以挤到 对 这个时候我这样走两手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吃掉 这样走两手 就是开截拿这个当劫材 这样走两手 这样走两手吃不掉 它截上你要补回去 对 它这把你断掉你自己就死了 你这还欠这个断点 等于它这个截是先手 也不行 哦 对这个局部实际上黑棋已经活了 这样走两手 两个断点 这下来两个断点 嗯 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黑棋已经基本上是活了 嗯 尤其黑棋在这将来靠一靠啊什么的 你这个也没有完全分断我呢 所以它这个跳呢一边是摆出要收官的架势 嗯 一边呢实际上还是危险的 危险的 对 黑棋这个时候我估计啊 它觉得自己已经捞的够本了 它可以补了 是 它斑 这个这个斑毡也很狡猾啊 对 因为这时候这个可就劫财了 嗯 那这个呢 也算是在官子方面是白棋的权利 可是现在这个局面呢 白棋光靠这些小便宜啊 木树的小便宜 从木树上已经很难挽回局面了 嗯 很难挽回局面了 应该说我们刚才强调过的 白棋的这个顶呢 实际上从局后看就是白招 因为它走了一个最关键的时刻 白棋走了个单关 走了个单关 让黑棋在这便宜了好几下 就收回这个角 所以这个木树上的差距呢 古力始终就没追回来 在后面就没追回来 现在古力这还得补齐 不补齐人家一拐一扳 这个中央的控制围不住了 嗯 补齐 那这个时候 这个小米就还要再抢一步 这价值很大 搬接完了以后 下一次还有挖 挖你只有接 它藏进来以后 还能够走成一个收器 后来古力还是要在这补齐 我们可以看出 围中央的控制多么的困难 对 被人家左凸右冲 它现在在走这个 这个实际上 实际上 它就走这个 实际上黑棋这时候 就普通做活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它还要团队一下 团队一下 稍微有一点凶狠 它不想被人家挤一下难受 是吧 沾上 冲在这也 反正黑棋也不会死 总之这个棋呢 就是黑棋只要大龙不会死 白棋又蓄不出结外 就白棋是肯定不行的 对 白棋就没办法了 就是刚看着 没招 是 然后 白棋还冲一下 就这个 然后再冲 吃 然后沾上 沾上 沾上这时候 它其实它提掉就算了吗 它还不肯提 它不提 其实是先手 但是也吃不住黑棋 这时候黑棋其实大龙已经活了 它就补齐就行了 对 这个提呢 明显不是为了威胁白棋 是为了补这个结 白棋这个确实又 又不可能吃掉人家 不可能吃掉人家 白棋其实是 冲了一个找结 它先这时候冲了一下找个结 刚才没有冲 它是冲了粘的 对 然后再提 然后黑棋就补回去了 这个时候实际上 对于白棋来说呢 也知道不太行 它提的时候 黑棋就搬 黑棋就一做活 黑棋就简单的做活 这五个字都不要了 现在的这个木树 黑棋究竟领先了多少 其实 后来鼓励认输的时候呢 旁边已经有十四五木的价值 这么一个差距了 应该说差距还是挺大的 还有一些棺子 还有一些棺子 鼓励马上补了一个 然后 这个地方 黑棋还使出这种靠的手筋 后面有一些手术 但是跟胜负也没什么关系了 对 最终呢 黑棋是中盘获胜 对 这个棋就是 突然间鼓励在这顶了一下 我觉得看这个棋的时候 顶的我能理解 我很能理解鼓励当时的思维方式是什么 但是呢 确实人需要跳出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 应该要走目的感觉 鼓励老想的去打那个结 是输掉这盘棋的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说呢 这个结呀 我们大家一定掌握好 其实我们爱好者很多人都怕打结 所以大家呢 对于这盘棋的结 你们啊 可以好好的体会一下 之后呢 我也会好好体会的 好 那今天这盘棋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再次感谢二位的精彩点评 文凭论道 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骑行天下 其乐无穷 各位企友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